O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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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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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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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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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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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don't you come over here I got some news for you When we got the flavor We're taking on the world in front of us Ju 今天帶你吃雲吞麵 別玩了,香港就有雲吞麵 不,這家很特別 它有叉燒在上面 還有它是乾的雲吞拌麵 好像很新穎 走吧 雲吞麵雖然在香港非常普遍 但想不到在大馬 依然如此受歡迎 因為這邊的天氣很熱 加上不是很多店舖都有冷氣供應 所以大馬的華人大多數都會選擇 味道較濃 和爽口的乾拌雲吞麵 而且是大馬雲吞麵的精髓 這次我們找到這間 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雲吞麵店 除了雲吞爽滑、油膩之外 它的傳統炭燒叉燒 更是軟近馳名 每件都非常脆 而且肉汁豐富 別說那麼多,上菜 是 神經病 這個非常多 叉燒和燒肉的乾拌雲吞麵 你要哭了,對吧 很開心,真的很棒 你看看,它的叉燒是半肥瘦的 很奇妙的 對 這個叉燒真是…不是開玩笑 粒粒令油分很高 這個叉燒真是不得了 我們一起吃,別說那麼多了 很好 超重油分 叉燒的蜜汁、蜜糖的味道 不斷滲出來 它的叉燒有點凍凍 但不是乳酪的凍 進口它會融化 它的肉質又不瘦又不乾 很脆,很脆 很棒 叉燒的部分,它們選得很好 它有半肥瘦 而且它有這個 你看 你看,全部的肥都… 你怎麼不吃? 你吃吧 你看,它的部位選得很好 燒到邊邊是脆 很厲害 好吃 來嘗嘗豬肉 好 它這個燒肉的表面流 其實很脆 很脆 咬下去,它也是層次很好 做得 又有肥膏 下面又是瘦 再加上醬汁 又不會太肥膩 是剛剛好 它的雲吞麵很彈 它雲吞麵 我覺得跟香港那種很相似 湯很清淡 我嘗嘗的雲吞味 雲吞 雲吞應該只有豬肉 沒有蝦 喝完湯也是清淡的 雲吞 不是說很濃味 湯很搭配 因為你吃完這些麵 其實也有很多汁 而且很濃味 所以吃完一口 你可以喝一口湯 我覺得不會太油 這次的雲吞麵盛宴 真的衝擊我們的味蕾 彈牙的雲吞麵 以及古早味的燒味 我們通通都要學好 不如先打大佬 學了怎麼做叉燒吧 你好,美女們,你好 好,剛才試了你的叉燒燒肉 混湯麵,超好吃 真的很好吃 究竟這個叉燒是怎麼做的 首先要選對的部位 我們用的叉燒是花肉 花… 五花腩的花肉 沒錯 它會相對比較中軟 很汁 謝謝 這個叉燒汁是怎麼做的 這個叉燒汁 無非是糖、豬油、黑油 以及海鮮醬 各大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不需要擔心 一定要來這裡買 待會還是在超市買回來的配料 對… 好,養了一些叉燒、叉燒肉 然後要怎麼煮 首先需要醃製半小時至一小時 好 過後就可以吊進火爐裡燒 那爐這麼大,是炭爐 沒錯,是炭爐 要燒起來嗎 大概要燒一個半小時 在我燒到五至十分鐘後 就吊出來淋汁 再淋 前後的次序大概要五至六次 一排大概有八至十條 分 前面這一排你們看到的就是肥 肥? 後面這一排就是瘦 我轉過來給你們看 肥是…肥一點… 肥一點,對 但為何你要分肥和瘦 這樣簽著 因為我們釣到焗爐裡燒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把肥油這個部分 對著火爐 而瘦這一邊就不能對著火爐 因為它的肉會立刻乾 就會很硬,很柴,不好吃 所以我的火爐會放在桶的中間 而這個叉燒就是靠邊 靠邊掛著 沒錯 不能直接放在明火上面燒 否則就會立刻焦了 焦了 是 Philip說用炭爐做燒尾的好處 在於炭火熱力均勻 燒尾會慢慢由內到外熟透 這種慢烤的方式 可以把肉汁鎖住 所以吃進口的時候 外脆內緣 如果在家裡這樣做 我們沒有這個爐 可不可以用鍋子嗎 沒問題的 出來的成果雖然是差不多 本頭也是差不多 但味道比較生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你的炭,對嗎 家裡沒有炭 對,沒錯 因為炭才會令它的味道更入味 更香 如果在家裡做是一個爐 我應該把肥肉放在上面 瘦肉放在下面 對,沒錯 好 只要你的瘦肉不燒焦 這個叉燒就會是好的叉燒 很好吃 對 原來做叉燒這麼廣告 難怪這麼好吃 謝謝… 我們拿叉燒去做雲吞麵 走吧 走吧 娟姐,你做了雲吞麵幾年了 我先生已經有四十年了 三十幾年四十年了 一天最少有七、八、八碗 假期甚麼 過千碗都會有 噴麵最重要的靈魂 都是筋麵 最重要筋麵是爽口 彈口 還有醬料 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各樣都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是他們說好吃、值得吃 這是給我的動力 最長的,很多年都有 他們爸爸吃到的 兒子也帶著兒子來吃 也有,很多老臣子養 你好,先生… 你好 我們剛剛做完叉燒 你可以教我們做雲吞麵嗎 好… 先開大火 雲吞麵最重要是火大 是… 是 是否不夠猛烈 麵會很容易軟 是,不會一下子就彈咬 麵就會直接軟 明白 水粉就放棉了 麵就浸下去,不要拿上來 浸三十秒左右 三十秒,小心 好,可以了 可以了,然後放冷河 是嗎? 對,放冷河 好 再煮十秒 再煮麵就可以了 好 好,差不多了,是不是 是 然後上碟了 珍姐還說他們一定選 天然鹼水做的麵 因為會比較容易揮發那股鹼味 客人吃麵的時候 就不會吃到鹼水味 好,我們先拌醬 首先你放麻油 麻油 一匙筋 不要這樣,那麼少 噩一點而已 好,飄一下味 是 大半匙筋油 小匙筋的豉油 豉油 這個就是黑油 黑豉油 是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多一點叉燒汁 我們調到的味道 叉燒汁 原來加了叉燒汁 這個呢? 這麼多? 三三匙筋的麵豉汁 雞腳汁那些 冬菇汁那些 全部一樣色,但全都不同 對,這樣就拌了 對,這樣就拌了 倒進碟裡 上碟… 最關鍵的是叉燒 對 對,整粒我們抓住 不要砍手指 好 我們怕要砍的,就切吧 是 切也可以 切也可以 很困難 入味一點 你再放些醬汁 好 漂亮 夠細叉燒了嗎 你要砍叉燒或燒肉 燒肉那種… 很大排 為什麼要切開這個 黑色的 因為它是帶孔 比較苦 是 好,你就這樣吧 好… 好,你試試吧 你站在中間 很沒力 聲音已經不同了 好 這兩塊不錯 不錯 不錯,很不錯 好,8 好 可以了,但好像不太漂亮 很漂亮 你要排山,整理它 差不多了 這是雲吞嗎 珍姐 這裡就三粒,三粒放進去 這些雲吞是否自己包的 珍姐 對,自己包的 平時我們在香港吃到的雲吞 大多數都是用蝦做餡 但這裡的餡是沒有蝦的 不過我們依然吃到淡淡的鮮味 其實是因為他們用了左口魚 左口魚的魚肉結實 又有豐富的油分 會令雲吞吃起來非常爽滑 這道湯水就在這裡 原來有這麼多內臟 這個沒有內臟 這裡不是內臟嗎 你撥一下,不是那些油 那是豬皮嗎 對,豬皮 為什麼要加豬皮,珍姐 因為豬皮可以熬到湯 比較濃縮一點 有點黏口的感覺 很黏口的感覺 而且豬皮很有營養 難怪剛喝的時候這麼清甜 對,原來有很多材料 對 這裡大功共成 可以吃了 三樣東西齊了 好 珍姐,做什麼好嗎 都很好… 都很好 合格…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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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也很棒 很棒 這個來自豬皮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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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雲吞 因為它的雲吞味道很重 而且它不太多肉, 比例適合我的口味 而且它真的很嫩滑, 滑滑滑滑的 很好 肉很夠軟 對 然後雲吞皮又夠滑 所以它繼續滑滑 對, 而且你可以嘗嘗 像我剛才那樣加的小辣椒 我覺得比較好吃 是否可以再帶了酸味, 開胃一點 你覺得怎麼樣? 比較好一點 這個比較好 剛剛點了這一杯是Gobby O Gobby O是酒奶, 不過有糖 如果你想點傻啤, 就是Gobby O Goussong Gobby O Goussong 對, 早上要喝咖啡, 乾杯 果然咖啡專家來到馬來西亞 我也認識它們的咖啡 它應該下了很少糖, 還是很苦 而且它的咖啡很深色 你看它好像香港的齋啡 讓我喝杯 對, 稍微要飄牙了 對, 喝了很多奶茶咖啡 不過今天我們嘗嘗一個雲吞麵 真的有驚喜 對, 我很想帶回香港 對, 我們真的要進去 學廚, 問師傅怎麼做 太好了 你幾歲了, 好不好 87 這間店從1922年開始 招牌菜式是什麼? 銀金麵 我們幾十歲, 做得多少多少 每天做一天, 我不想說多久 你看, 銀金麵才很高 很多老字號店最怕面對的問題 不是沒有生意 而是自己的手藝, 沒人傳承 幸好Madam Yab 有一位很孝順的侄子接手 幫她打理這家八年老店 你好,Madam Yab… 你好… 你好, 可以教我們做雲吞麵嗎 是否先做雲吞麵? 現在要做雲吞麵嗎? 皮很薄 很薄, 又薄了 這是用什麼豬肉? 上肉、花肉兩種而已 半肥皂 半肥皂 三分成七分皂 好 拌完就好看 打完拌完就馬上包得了, 是嗎? 對 好 這個皮是外面買還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薄 不, 一定要這麼薄, 不薄, 包得 是 要用人手打的 人手打的? 是 很薄, 看起來這麼好吃 皮革餡料就是這些 Madam Yab, 可否讓我們嘗嘗包? 你來吧 好 我知道你包的時候只摺起來 拿起來 你要看看我們是否合適 看到你拿了一塊 一塊 這樣? 這樣 然後拿一塊 前面拿 前面拿 怎麼拿不到, 鞋子… 是不是不對?Madam Yab 我先試一次, 可否試一次? 我先試到最適合為止 試一下… 好 你笑吧 是 然後前面… 多一點嗎? 然後什麼叫前面包? 要倒出來 裡面的, 裡面的, 裡面的 裡面的 好像不錯 行不行嗎? 不錯… 好… 好, 到最後一旦吃 好了, 好嗎 其實皮薄這麼薄, 我很難… 很快 很快 我很難偷, 是否一塊還是兩塊 一塊… 因為搭著肉 你平日一天包多少粒?數到嗎 包一碟 包一碟 大概有三百粒 三百粒 大概三百粒 好 喝 對 可以嗎? 好… 其實Madam Yat包的雲吞形狀 叫做甘魚尾雲吞 這種雲吞最大的特色 就是即包即煮 而且最能吃到雲吞皮的彈性 包甘魚尾雲吞 最重要是折駁位, 不要鍛鍊得太實 否則就會變成厚皮, 影響口感 太薄了, 看起來很薄 看起來很薄 很薄 Madam Yat還教我們 怎樣才不會包到皮穿洞的秘訣 就是把皮撕一小塊, 放在另一塊皮上 那就不怕穿洞了 我不會煮這麼麻糬 好, 今天下一步呢? 做雲吞麵? 做雲吞麵 是 先打散麵 是, 這個麵是否也是自己做的 也是自己做的 你們是否特意做到麵比較幼 是, 這樣麵比較脆 咬的時候就沒那麼吃力 沒那麼硬, 沒那麼吃力 現在火已經沸騰了, 是嗎? 差不多已經沸騰了 湯 最重要是水要沸騰 是 如果水不沸騰, 煮至麵就… 軟了 要打散麵, 打散麵就快點熟了 水沸騰了 好, 水沸騰放麵 水沸騰放進去, 攪拌就行了 讓它不要黏著, 是嗎? 對, 打散麵就行了 放火冷河 火冷河 然後放進去 水很沸騰 這是清水嗎? 清水, 加醬油 醬油是黑油 是 然後這是豬油 豬油 這是冬菇汁 冬菇汁 攪拌幾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為什麼這麼甜? 是因為黑豉油的味道嗎? 黑豉油, 我們的黑豉油有調味 我們是否把滾滾在湯底裡? 滾滾, 水滾, 放進去 放幾粒 放幾粒就行了 也是很快的, 是嗎? 很快的 其實煮的時間也差不多 好看是融合的 如果你看到雲吞浮上來 現在可以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淋上去, 加醬油 加豬油 行了, 喝了 還可以的, 湯就對了 還有豬油 還有豬油 加豬油 然後就加湯 完成, 謝謝Dad師傅 謝謝… 謝謝 晚上的肚子吞吞吞, 怎麼辦? 深宵偷食團幫到你 我和Juliana會找你不同的街邊小吃 還有速食包帶回酒店試吃 好吃嗎?都和你們開心分享 你們的肚子就不會怕空虛、寂寞和冷 你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這次吃什麼? 雲吞麵 雲吞麵 好, 來吧, 拆開它 好 在香港, 就算多晚都可以找到雲吞麵吃 而我們在大馬的士多 就找到這款即食雲吞麵 夠治好我們的肚子 好, 他說要… 雲吞麵 煮450毫升水 煮麵和煮湯水3分鐘 你喜歡吃麵硬一點還是軟一點? 當然是硬 我猜到你了, 我真是熟悉你 別告訴我你會軟, 好嗎? 當然我會軟 我覺得適中, 也不要太軟, 也不要太硬 你還未能吃到隔壁 яти有限時渡餐 koydata 一個是我們的隔壁 很像是從外面, 我們很煮的 很像 是 你要付錢 你是否因為誇張了? 你會不會折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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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歡硬的味道 我告訴你,我喜歡硬的味道 所以很棒,完美 我覺得它沒甚麼味道 我簡直想自己加豉油 我知道,在馬來西亞吃太久了 食物有很多味道,然後回來… 你的舌頭壞了 對… 但我很喜歡這個麵 我覺得真的很像在吃雲吞麵 很棒,我喜歡 我很想在香港煮麵 想來搶大家的蛋的感覺 你會不會呢? 很單調,Alex 我給你10分 你給10分嗎? 是嗎? 我誇張了 你經常改,我給… 7.5分 我不知道,很棒 總之這個最粗了,完結了